油吃的不够的话反而会变胖 食材下锅子子作响 加入食用油做料理 但是现在有不少年轻女性 总是温油色变 为了身材饮食低油不沾 却造成犯效果 都干脆所有东西都不吃油 然后大部分的食物都过水 然后不但体脂肪没有上升 没有下降 然后体重还上升 其实很多的这个营养成分 都在油脂里头 比如说我们维生素AEDK 这些东西它是属于脂容性的油脂 换言是这些东西 如果我们有些油脂 它才有办法营养素 从我们的食物中吸收到体内 要故体脂肪油脂摄取量 过与不及都不好 统计更显示 重视油脂摄取量的女性 有高达七成六摄取不足 反而造成体脂肪囤积 医师建议一天用量三到七茶匙 油的品质也很重要 我们会建议比较健康 对健康有益的脂肪酸组成 像是中链的脂肪酸食用油 现在大家可能在家庭烹调用油的机会是比较少的 所以我们会建议要选择 包装比较少的食用油 不吃油不代表体脂肪会下降 还是要用对量选对成分 才能让身体营养均衡 三日新闻的伦佛与春雅特别报道